大家好 我是鱼幼 有的哥友问我 说鱼幼你那个鸽子一大一小该怎么办 就说总鸽在喂小幼崽的时候一大一小出现偏差 喂的不均匀 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一对小鸽子 哎哟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一大一小 我平常也没有注意 今天也给朋友们说一下 把这个喂鸽子总鸽的时候之前 把这个小的在里面 随便的吃 让总鸽去喂 我们现在不问他了 把另外一只拿出来放在一个草窝里面 我感觉他已经发现少了一只鸽子 他在那里哭哭的叫 就喂了 这样他把小的喂好之后啊 大的你拿进去他还是会喂的 因为这个小的个头比较小 他没那个大的脖子长一样的 每次吃 如果大的在里面 这个小的是吃不到食物的 这样单独喂的话 就是肯定是小的先吃饱对吧 朋友们学会了没有 这就是新手歌友不知道该怎么样做 老歌友也可以带带新歌友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就会想起这些 来下期了 到先吃到那位 咱们不吃掉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见